哈囉大家好我是兩妹小猴子 收到粉絲私信 問我不穿外骨骼套裝 垂玻璃的操作是怎麼做到的 先來看一下我的原視頻 手疼不 疼好疼啊 隊友沒穿外骨骼套裝 怎麼也能垂壞激戰玻璃 看有很多人說是隱藏了外骨骼套裝 會這樣說的人 應該是沒有看過隊友視角的 其實這個隱藏外骨骼功能 就和我們隱藏三級頭是一樣的 只能對自己隱藏 在隊友和敵人眼裡 你都是正常的狀態 還是穿著外骨骼套裝的 那原視頻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實這本來是一位粉絲的提問 讓我想到了不穿外骨骼套裝 也能垂玻璃的方法 只需要在觸發垂玻璃時 在能點擊背包的時候 打開背包後 迅速把手臂丟掉 就能還原原視頻的操作了 雖然自己這裡擴展百出 但在隊友眼裡 就是沒沖外骨骼錘玻璃了 記住啊 隱藏外骨骼只是對自己隱藏 別人還是能看到的 感興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試試 學會這招 你也可以和隊友去拍個小視頻 好了 我是男兵小子 視頻之後還是那句熟悉的台詞 小子牛皮